飞蝶说 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蝶一分钟 每周一到周五更新 表弟新买的运动鞋 总是没穿几个月就烂了 如何保养好战靴 让哥来告诉你 一 尽量别在下雨天 雪天和暴晒的柏油马路上穿 一双运动鞋穿两天 就该让他休息一下 长时间穿同一双鞋 会加速鞋子的老化脱胶 适当的休息 能让鞋子恢复良好状态 并保持干燥 还有利于缓解脚臭 二 运动鞋一旦脏了 要赶紧清理 真皮运动鞋不能用水清洗 而要擦透明鞋油 保护皮质防军裂 如面隔运动鞋 可以用柔软的动物毛刷 刷掉尘土 五光泽皮隔运动鞋 平时用不擦就可以 如果太脏了 可以用橡皮擦拭 而普通运动鞋 用湿布沾洗衣液 或者专用洗涤剂擦 清水冲干净后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风干 避免阳光直射 我去 拿开你的吹风剂 这样很容易让鞋子老化 开胶 褪色和严重变形 三 存鞋时 在鞋里塞上报纸 能吸收残余的水分 而且有利于保持鞋型的固定 不容易垮掉 闷热的夏天 天天拔脚裹运动鞋里打球 很容易捂出脚气 赶紧去看看 一分钟教你远离香港脚吧 扫码关注飞碟说微博微信 让头脑也运动起来 飞碟说招募新成员了 动画师 文安策划 运营一大步之位在召唤你 快发送招片两个字 到飞碟说官方微信 了解详情吧